那是2003年8月份的一天下午 我正在给一个宗派的带领传福音 不一会儿来了五个警察 一个警察进门就说 有人举报你传福音 说 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儿 我没吭声 他走到我跟前 拽着我的头发 左右开弓蒙上我的脸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 耳朵嗡嗡之响 脸很快就肿了 警察打了我将近一个小时 之后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 推上了警车 坐在车上 我心里有些害怕 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对待我 我在心里赶紧跟神祷告 求神加给我信心力量 保守我能够站立住 警察把我带进一个大院 进屋后 一个警察把我按坐在铁椅子上 把我的双手分别靠在两个扶手上 左右开弓蒙伤我的脸 我反问他们 我没有犯法 你们凭什么抓我打我 是的 他将我这样说 就更加用力地扇我的脸 我被打得 头晕脑胀 疼痛难忍 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 另一个警察走过来 一把抓着我的头发 边扇我的脸边问 你们的带领是谁 你在哪住 快说 不说就打死你 他们见我 还是什么都不说 几个警察轮流伤我的脸 我被打得天旋地转 恶心难受 心里啊 也有些害怕 担心自己 会不会就这么被打死呀 这时候我想到主耶稣的话说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阿弥陀 我明白了 如果我为了保全性命 苟且偷生 出卖弟兄姊妹背叛神 那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那结局就和尤大一样 遭到神的惩罚咒诅 为神占助见证 就算被警察打死 那也是为异受逼迫 那是蒙神称许的 感谢神 我想起神的话说 为你们的祝福 你们可曾接受 为你们的应许 你们可曾去追求 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 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 必在黑暗之中 不失去光的引领 必在万物之中 做主人 必在撒旦之前 做得胜者 必在大鸿龙的国 垮台之际 而站立在万人之中 做我的得胜之证据 阿弥 在秦国之地 你们必坚强不动摇 因这所受之苦 而承受在我之福 必在全雨之下 闪现出我的荣光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信心力量 领导被抓 有神的许可 也是神对我的考验 是需要我 为神做见证的时候 我立定心之 要依靠神 站住见证 绝不向撒旦去福 阿弥 这时候 一个警察一把 把我从铁椅子上 拽起来 把我的双手 靠在一起 猛地用力 甩向一边 我一个猎猪 差点撞到墙上 他又往我的小腿上 猛踹了一脚 我双膝跪地 一下趴在了地上 手腕 比手铐个得 钻心地疼 几个警察 围勒过来 往我的身上 乱踢乱喘 我被打得 在地上左右翻滚 感觉 五脏六腑都要挪位了 疼得我 大声惨叫 我在心里 默默地祷告神 求神加给我信心力量 使我能够承受住警察的毒打 这时候 我想起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的话 我喝的苦杯 你必须得喝 我所走的路 你必定要走 你要为我舍命 阿们 阿们 我想起 主耶稣为了救赎人类 被冰钉鞭打的遍体鳞伤 血肉模糊 又被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为了救赎人类 受那么多苦 没有任何怨言 只是默默地忍受着 神对人类的爱太大了 阿们 阿们 我又想起历代圣徒 为传扬神的福音 有的被石头砸死 有的被锯死 还有的被马托死 他们忍受了 难以忍受的痛苦 最终 用生命 为神做出了 刚强响亮的见证 我今天 能有机会 为神做见证 受这点苦 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儿 我心里有了力量 随后 一个警察 抄起一根 大约一米长 一厘米厚 五厘米宽的 木板条子 发疯似地 往我的身上 头上 很劲地乱打 迎着我的双手 被靠着 想护头 也护不住 只能任由他们毒打 真是太恶毒了 是 不知道被打了 多长时间 我瘫倒在地上 浑身上下 一碰就疼 一个警察 揪住我的衣服 一把把我拽起来 猛地用力 甩出两米多远 我一下 摔在地上 一动不动 身上 感觉撕心裂肺的疼 我在心里 赶紧呼求神 求神保守我 不作优大 这时候 我想到几句歌词 头可断 血可流 子民骨气 不能丢 神的嘱托 挂心头 定要羞辱 魔鬼撒旦 阿曼 是啊 我得有子民的骨气 不管接下来 遭受什么酷刑折磨 绝不向撒旦屈服 誓死 也要为神占助见证 羞辱撒旦 阿曼 感谢神 这时候 一个警察 又拿来个电锦棍 大声威胁我 你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我就不信 撬不开你的嘴 说着 就用电棍 往我的左肩上 蒙出了几下 瞬间 一股强大的电流 传遍我的全身 我感到又麻又疼 全身不自觉地 惊乱抽搐 他们见我 还是什么也不说 一个警察 使劲踩着我的后背 另一个警察 按着我的两只胳膊 给我的手指 全部加上电夹子 接着按下遥控器 电流 就像无数根火针一样 传遍我的全身 我躺在地上 不停地愁愁 失个手指 也不停地颤抖 他每每按一次遥控 我都感到疼痛难忍 那种滋味 真是生不如死 我失声痛苦 我心想 这帮魔鬼 这么凶惨恶毒 我还这么年轻 会不会就这么被电死啊 要是死了 再也见不到家人了 想到这儿 我心里 有些害怕软弱 赶紧呼求神 神啊 我不知道警察 还会电我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自己 还能不能挺得住 神啊 求你加给我力量 保守我 能够胜过这一关 祷告后 我想到神的话说 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 无一不是我说了算 什么事不是在我手中 阿们 阿们 神的话给了我信心力量 我的生死 在神的手中掌握 没有神的许可 警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是 就算真被电死了 那也是为满足神殉道 蒙神称许 死的也有价值了 是 想到这些啊 我心里没那么害怕了 当我豁出命 也要为神占助见证的时候 警察突然不再电我了 他们把我靠在铁椅子上 只留下一个值班警察 看着我 我知道 这都是神的怜悯 我从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 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钟 一个警察过来问我 想好了吗 想好了就赶紧交代 我没搭理他 他又左右开弓 猛扇我耳光 我的脸 被打得已经肿得很高了 又经过他这么一打 肿得就更厉害了 这时候又过来一个警察 二话没说 上前就伤过几个耳光 我的脸被打得麻木 没有一点直觉 他妈妈咧咧地说 赶紧交代 你们带领是谁 我说 不知道 他们看我态度坚决 气得 只好走了 他们这样惦记毒打你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应该不会上班赶休吧 是 第三天中午 一个女警端了一碗面条 假惺惺地对我说 你两天没吃饭了 赶紧吃吧 吃了好好交代 只要交代了 马上就放你回家 我没搭理他 他又接着问 你不想你儿子吗 你出来了 谁给你儿子做饭呀 你父母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让他们为你操心呀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不为孩子 丈夫 父母考虑吗 听到这些话 我有些心酸 心想 儿子还小 我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父母 也都这么大岁数了 他们要是知道 我被抓了 肯定会为我担心的 想到这些 我心里很难受 默默地向神祷告 求神保守我的心 我想到神的话说 神在人身上 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在外表看到的 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 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 或出于人的搅扰 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 每一件事 都是撒旦在神面前打的堵 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 就像约伯受试炼的时候 背后是撒旦与神在打赌 而临到约伯的 是人的作为 是人的搅扰 在你们身上 神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背后都是撒旦与神在打赌 背后都有征战 阿们 阿们 神的话使我意识到 这是撒旦的诡计 在外表看 女警好像是在关心我 其实她是在利用情感 引诱我出卖弟兄姊妹 背叛神 我不能中了她的诡计 神主宰掌管一切 孩子父母以后会怎么样 也都在神的手中 我愿意把他们都交投给神 是 接下来啊 不管女警怎么引诱逼问 我都没再说话 她没有得到想要的信息 骂骂咧咧地走了 感谢神 是 接下来几天啊 警察还是不断地提神我 为了逼我出卖弟兄姊妹 背叛神 他们不给我吃饭 也不让我睡觉 到了第八天的时候 我饿得浑身无力 头晕心慌 八天不给你吃喝 也不让你睡觉 这要没有神的带领 哪能撑得住啊 是 当时啊 我也有些软弱 心想 再这么下去 我会不会被饿死啊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这几天我水米未尽 实在支撑不住了 神啊 求你加给我信心力量 祷告后 我想到神的话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阿们 神的生命力 能战胜一切的力量 更超越一切的力量 祂的生命是永久的 祂的力量是超凡的 任何的受造之物 任何的敌视力 都是难以压倒 祂的生命力的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使我有了信心力量 不知不觉 我也不感觉那么饿了 感谢神 感谢神 我真实地体会到 神的话 就是真理生命 阿们 这八天 我一直被靠在铁椅子上 没吃没喝也没睡觉 期间 还不断地遭受酷刑折磨 我能活下来 这是神的大能 与奇妙保守 更是神话语的全病有威力 我从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 你能熬过来呀 真不容易 这真是神的大能 感谢神 到了第八天傍晚 警察看 从我这里 实在问不出什么了 又怕我死在里面 他们担责任 就让我父亲 交了五千元罚款 把我放了 回到家后 父亲生气地对我说 你知道你信神 我为你多担心呀 共产党 怎么对待信神的 你不是不知道 你小时候 你爷爷 你老爷 就是因为信神 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咱们一家人 在村上都抬不起头来 你姑姑的工作 也受牵连 这些事 我都不想提 提起来 我心里就难受 说着呀 父亲的眼泪流了下来 接着他又说 你信神 在外面传福音这半年 你丈夫 按照宗教信仰 告了你 法院宣判你丈夫 和你离婚 家里的财产 孩子 都判给了你丈夫 你的地 户口 也给取消了 听到父亲说这些 我心里 特别地气愤 共产党 共产党为了逼我放弃信神 把我的地 摸收了 户口 也给注销了 真是不给我留一点活路 是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能没有你 神啊 我要跟随你走到底 阿们 阿们 回到家后啊 一个星期左右 父母 看我还是鼻青脸肿 满身无情发紫 不见好 就带我到医院做了检查 当时 我被查出来 还有乳腺癌 手术后养病期间 公安局的人 又来调查我 他们问我 还有没有心神传福音 父亲跟他们说 我得了癌症 是晚期 但是大队之书 还是时不时地 来我家调查 共产党逼迫信神的人 就连得了癌症 都不放过 真是太邪恶了 是啊 警察这样逼迫你 你父母是什么态度 父亲担心我 再次被抓 遭受苦行折磨 臭的呀 整天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为了不让我再信神了 他整天跟着我 还经常叫醒我 一天晚上 我又被父亲叫醒了 他再次劝我 不要再信神了 我没有答应他 他记得拿起塑料盆 就朝我头上砸 塑料盆被打烂了 他又拿起铁棍打我 母亲赶紧掀起被子盖住我 父亲一直逼问我 到底还信不信神了 我知道 说不信神 那是对神的背叛 是 我就一直沉默不说话 父亲看我一直不表态 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 走在大街上 我心里很难受 心想 就因为我信神 共产党不仅抓捕毒打我 释放了 还不放过我 一直监视我 害得父母 为我担惊受怕 父亲骂我 打我 还把我赶出了家门 想到这些 我心里特别地痛苦软弱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感觉在中国信神太难了 我想到神的话说 不要灰心 不要软弱 我会向你显明 国度路上 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哪有那样便宜的事 轻而易举 就想得福 不是吗 今天 人人都要有苦的试炼 否则 你们爱我的心 不会加强 阿们 对我不会有真正的爱 哪怕是一点点的环境 人人都要过关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与我的苦有份的 与我的甜 必有份 那是我的应许 我给你们的祝福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明白了 临到这个环境 有神的许可 是神对我的考验 神要看我 有没有忠心与顺服 可我 对神的做工不认识 不明白神的心意 受些苦 就消极软弱 活在痛苦中 看到我 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 神良真是太小了 我得站在神一边 不管父母 怎么逼迫拦阻 受多大苦 绝不背叛神 跟随神走到底 阿们 感谢神 想到这些 我心里平静了很多 也不再难过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后来母亲找到我 把我喊了回去 回到家后 父亲又很心疼地对我说 孩子 糊涂不食子 我也不忍心打你 这不是被共产党给逼的吗 你要是再被抓了 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你听爸一句劝 别再信神了 你妈担心你再次被警察抓了 眼睛都快哭下了 母亲也随着父亲 也随着父亲来劝我 不要再信神了 听到父母说这些话 我心里恨偷了共产党 爷爷老爷因着信神被抓 已经给父母的身心 带来了打击与伤害 现在我信神 共产党又抓捕迫害我 差点把我折磨死 释放了还不放过我 还经常来家里骚扰 害得父母为我担惊受怕 共产党真是太邪恶了 是 后来啊 父亲监视我更紧了 他怕我出去聚会 把家里的自行车都锁起来了 整天跟着我 我看不了神话 也见不到弟兄姊妹 心里啊 特别地受煎熬 因着我信神被抓 亲戚朋友见了我 都躲得远远的 邻里相亲 也都对我指指点点议论我 我特别地痛苦无助 天天盼着 什么时候才能聚会尽本分啊 一想到亲友远离 世人弃绝 还失去了自由 心里对共产党更加地愤恨 是 我想到神的话说 这魔鬼气急败坏 怎能容让神在地上 治理他的朝纲 他怎能甘拜下风 丑恶的面目 圆形地露 令人哭笑不得 实难提起 这不是他的本质吗 丑陋的灵魂 还认为美得不可思议 这伙帮凶 吓到凡间 循环作乐 兴风作浪 脚的事态炎凉 人心惶惶 将人玩弄得 牛头马面 丑陋不堪 没有一点 原来圣界之人的痕迹 还想在世 称雄作罢 将神的工作 拦阻得几乎寸步难行 将人封闭得 犹如铜墙铁壁一般 做了这么多的孽 闯了这么多的祸 还不等着被刑罚 阿们 共产党最害怕的是 人读了全能神的话以后 明白真理 对他有了分辨 不再受他迷惑控制 都归向神 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 抓捕心神的人 是 妄想取缔神的做工 把人都控制在他手里 让人都跟随他 失去神的拯救 是 最终和他一起下地狱 受惩罚 共产党真是太恶毒了 是 人类是神造的 我们信神跟随神 天经地义 共产党却极力地拦阻抵挡 真是道性逆势 逆天而行 实质就是一伙仇恨神 抵挡神的恶魔邪灵 想到这些 我恨透了大轰隆 从心里背叛他 弃绝他 我恳切地向神祷告 求神为我开辟出炉 嗯 到了2004年正月的一天 我终于离开家 过上了教会生活 尽上了半分 感谢神 那这么说 你离家到现在 已经有十七年了吧 是 在这十七年当中啊 有好多次 又差点被警察抓捕 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在神的保守下 逃脱了 感谢神 这一路走来啊 虽然我受了不少苦 被共产党逼得 有家难归 居无定所 但借着经历这些环境 让我看透了 共产党凶残邪恶 逆天而行的恶魔实质 更看清了 他是如何败坏人 迷惑人 欺骗人 残害人的 是 更看到了 神对我的爱和拯救 感谢神 也体尝到了 神话语的权柄有威力 神的话 能成为人的信息 成为人生命的动力 这些收获 是我在安逸的环境中 得不着的 是 这苦受得有意义 有价值